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好 又到了奶姑娘的时间 刚刚那只女鬼 其实是由奶姑娘扮出来的 我真的觉得自己这一刻 好像一只功夫红马 红猫 我妈拍了睏 昨晚齐欣去南柜坊去玩 怎知被妈妈逼她回家 齐欣不高興 所以摑了妈妈一巴搭 雖然打妈妈一定是不对 但很多香港人都觉得爽脾气 其实 奶姑娘的字质 化什麼妝都是這麼醜的 所以這次化妝師已經化美了我 是不是好像齊恩呢 啊不是 應該是比齊恩更恐怖才對 這個妝最大的特色 就是把整個葫蘆骨頭畫在臉上 然後再很細緻地 把葫蘆骨的裂紋畫在臉上 一看就知道這個葫蘆是不夠蓋 一定要吃多些豬骨步才行 嘩 我覺得這一刻我可以去選港姐 終於來到最關鍵的一步 就是畫牙齒 大家要留意 每隻牙齒間的間距最好都是差不多 那就very good 最好當然是左右牙齒要對稱 如果不是就是找鬼腰 這個妝最大的特色就是 牙齒不是三十二隻 是三十隻的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美女 如果你想細緻一點的話 你是可以用棉花棒的 那你就可以很仔細地 畫一些線條出來的 我真的忍不住要擠一下自己才可以 化妝師哥哥真的很厲害 我終於明白什麼叫做鬼火這麼漂亮 好可愛喔 穿上衣服 如果不是 就要打格仔的咯 做女鬼 當然要有一把很飄逸的手法才行 好不甘喔 好不甘喔 戴了架髮不要這樣 放開 離開完左右 對 不要打開 別看 別看 我不想打開殺戒就走了 好癢喔 好癢喔 你這個髮型真是好 我覺得很恐怖喔 好那個叫什麼 快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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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妝 先跳舞 啊 還沒得住 還有件衣服 是要頂上咒的 你呢 衣服應該是真空 然後有風吹來 看到你沒有了 嘩 你會不會痛口味那些呢 這次主要用了白色水彩來做底妝 再用黑色油彩 我畫出骷髏骨的線條 另外還需要用到眼影粉來定妝 化妝師說 所有粉狀的物體都是可以吸油的 還有杯水 喝了它 包你不會變秘 不過這次它主要的作用是 用來洗筆的 不好意思啊